那所以呢我昨天寫了這份投影片 那寫這份投影片就是要交代我為什麼要重回自然語言廚藝 我為什麼要去學邏輯語 各位知道現在全世界會邏輯語的人大概有多少年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Facebook 有一個邏輯語社團 我有加入兩千多個人 Facebook的邏輯語社團有兩千多個人 可是大陸沒有在用語言 對 大陸沒有在用語言 你怎麼知道那十幾億沒有在用語言 有可能有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而且不是用邏輯語的都會加入Facebook 所以當你這樣子來算的話 那我乘一個20倍吧 或乘一個50倍吧 可是當然很不準啦 反正就隨便乘嘛 那如果你乘一個50倍 那是多少人 十萬人 應該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那如果你乘一個20倍 那四萬人 所以邏輯語到底有多少人用 不知道啦 但是我只知道Facebook的社團有兩千了 OK 分布在世界各地 而且這是一個很奇特的 我昨天在找我就發現 有日本的一個女生 哇 邏輯語講得非常好聽 就是剛剛唱的那個 剛剛唱歌的那個 對 然後那個美國的那個Rap的那個 我覺得也講得很好 然後呢 有一個高中生 我覺得他邏輯語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他還教我們怎麼講邏輯語 用英文 用英文叫我們怎麼講科技 然後所以在網路上也有一些 像YouTuber有一些邏輯語的教學 但是我找來找去 YouTuber上面的邏輯語教學 基本上大概就是那十個人在弄 大約只有十個人 曾經錄過YouTuber的邏輯語教學 而且通常還很不完整 沒有系統性的教學分上 我看到有比較系統性的也不多 就是幾篇而已 那所以呢 如果我現在開始立下一個志願 我決定接下來要上網交邏輯語的話 我會是全世界第一個用中文交邏輯語的人 在網路上交邏輯語的人 你不覺得這很酷嗎 全世界第一個 你什麼時候曾經做過全世界第一這件事情呢 全世界第一個 在網路上交邏輯語的人 等一下我就會變成全世界第一個在網路上交邏輯語的人 因為這份投影片講完 我就是第一個在網路上交邏輯語的人 我就會把它傳上網 OK 好 那 其實就在上禮拜而已 我突然想到 我想知道我自己能不能用JavaScript來跟網友聊天 因為我之前做自然語言處理 我知道說自然語言處理的難度 像剛剛我們看的橘花台就知道那個難度了 自然語言怎麼理解 慘白的月彎彎構築過往這件事情 是很難的 那我們退一步 如果我今天用JavaScript來聊天 如果它也可以達到聊天的功能的話 那我乾脆就不要用自然語言處理 對不對 我就電腦讀得懂JavaScript 我用JavaScript來聊天 電腦完全懂我在講什麼啊 這樣不是很完美啊 但是 來 我就做了實驗 因為你有一個假說說 OK 我可以用JavaScript聊天 而且可以聊任何事情 你要做實驗啊 這才是科學啊 對不對 那我怎麼做實驗 好 我的實驗就是 用JavaScript 寫Facebook跟網友聊天 就是盡量都不用寫到中文 然後 就用JavaScript來聊天 看能不能達談這個效果 結果就發這個訊息 我說 我還是有用一個註解 讓人家知道我現在要開始做這個實驗啊 不然我怕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呢 我就寫了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表示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要開始做實驗了 我的實驗就是用Facebook寫訊息 然後這每一個訊息都是程式語言 OK 然後 那時候呢 喔這裡有點問題 那時候我沒有加這個try和catch 結果呢 有網友就說啦 說 那你這個不是只要寫了一篇不是程式語言的東西 它就會throughL嘛 就會執行這一條 一throughL呢 整個程式就跳開了 你就不用再寫啊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就修正 後來我就修正 把try和catch加上去 所以我剛剛那個畫面 有問題 因為我抓到了這一版 OK 應該前一版是沒有try catch OK 接下來呢 我決定做這件事情之後 我發了這個訊息之後呢 中午了 快中午了 我就發了一個訊息說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吃飯 結果呢 我就寫啦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吃飯 結果呢 結果呢 又被抓包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奇怪 我這裡 我這裡應該是 後面原本是lunch 原本寫dina 但是呢 被修 人家說你怎麼會dina 是12點 所以我才寫成 後來寫成lunch 欸 這裡又有錯 最後 前面那個應該是dina 這個要修正 OK 好 那 OK 修正完了之後呢 然後 下午 那天是禮拜幾 禮拜五 禮拜五的下午呢 我有一堂課 那堂課我上禮拜是最後一次上 那個不知道研究生的叫什麼 智慧計算專題講座之類的課 智慧計算專題講座 對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系上今年的研究生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喔 所以那個研究生沒來的話 我就不能上課 我就不用上課 結果呢 這個研究生遲到了 然後 所以我在這一間 就在用這一台電腦的時候 很無聊 無聊怎麼辦呢 就繼續發我的信息 我就說 那 我就開始等那個研究生 我就一直在等研究生 那結果 就發生了一個事情啊 對 我沒事幹嘛 然後網友就開始回來 所以說 欸 那 等到4點20就不等 顯然他們看懂 他們看懂 然後 所以 JavaScript可以用來溝通 可以用來溝通 那研究生還沒來啊 我就去找啊 結果 就在那一天 我就想說 讓我找找世界語吧 因為我曾經聽過世界語 聽說這是一個人造語言 然後我從來沒有看過 什麼是人造 人造的這種 可以交談的語言 我就找了 找了維基百科 世界語 我就再發一個訊息說 我現在在找世界語 想要學世界語 然後結果 20分鐘之後 研究生來了啊 然後 我們就開始上課啦 上課了 結果 上了90分鐘 我給他看了一堆 東西 影片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跟他聊天 一對一嘛 反正一對一 就是這樣子上課 然後 上了90分鐘 他說他還有事 研究生走了 我就沒事啦 我就繼續 再看我的世界語 然後 繼續用JavaScript來寫 Facebook做我的實驗 然後 結果後來 李宇倫就來了 李宇倫來了之後 他就說 老師你在幹嘛 我就跟他說 我在幹嘛 我在用JavaScript寫Facebook 然後 李宇倫就說 我覺得JavaScript寫Facebook 應該寫不通啊 不然你寫政治事件給我看 然後 我就說 問題是到底有什麼政治事件 我很少看政治事件 我想想 那時候剛好在換柱 換柱 過後沒多久 對 那 所以我們就寫換柱好了 然後就寫這樣 Change 紅袖朱立倫 然後 If we win campaign 就是贏得大選 朱立倫的話 台灣governor 台灣的領導者 就是國民黨 否則的話 就是DPP 就是民進黨 會知道 DPP就是Democratic Party Progressive Party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民進黨 民主進步 國民黨 國民黨 就直接用音翻 國民黨 就是KMT 然後呢 熱心的網友就又來了 就說 哇 看十四學程式 然後 不只有兩個人參選 還有一個PFP PFP到底是什麼 那個 那個 親民黨 親民黨 有人說 你應該用 黃秀柱 replace 朱立倫 force 等一 應該比較適合吧 他說 楚瑜到哪裡去了 所以 所以 他們看得懂 他們看得懂 接下來呢 你預約就說 這個太簡單了 換柱這些事情 誰不知道 對不對 那 來一個更難的 來一個更難的 好 那 到底什麼東西比較難呢 我們就再想 然後 那時候呢 不是前幾天 剛好是換柱嘛 所以朱立倫就換柱完之後 他就說 看這個 我把這個翻回中文好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泡了一杯咖啡 面對著電腦 在路上 沒有車 夜深人靜 然後呢 那 not speech wrong 是什麼啊 就是 就是 話不多 還是之類的 然後呢 傷害很大 傷害很深 對 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 該是跟大家 清楚地講幾句話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種立倫題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 朱立倫這個好像文藝青年 奇怪 文藝青年不是上次大選有出現過嗎 有沒有 文藝青年 文藝青年 有沒有 文藝青年有出現過 對不對 那 所以 你遇到就看了 就覺得 咦 這個也寫得出來 然後 還覺得 還是不太服氣 然後想說 那你寫歌詞總沒辦法了吧 我想 什麼歌詞沒辦法 我就想到菊花台 菊花台 這個就是我當初自然影音處理 覺得很沒辦法的東西 就用菊花台為例 想說 在這樣浪費時間 我們還學點新東西好了 有一種東西叫TDD 就是 測試導向的開發方法 那JavaSpeed裡面 有一個套件 在用 是蠻好的測試導向開發工具 叫做Mocha 我想 我就用Mocha的語法來寫 Mocha的語法怎麼寫呢 Mocha是這樣 他這個是用來測試的 所以他會先說 我要測試什麼 Describe 我現在要測試的對象 然後 中間是一個函數 就是你的測試函數 然後 接下來 IT 就說 第一個測試案例是什麼 OK 然後 接下來 才是寫你真正要測試的程式 你看得懂 這個程式嗎 我現在把cham 定義成一個 超級大物件 這個超級大物件裡面有中文的每一個字 它每一個字對應到的東西呢 都是傳回歷史 所以我就可以 這種就可以寫成圈入 就是 煉飾語法 煉飾語法怎麼寫 我就可以寫 唱你的淚光 唱柔弱中戴傷 唱成白的月彎彎 勾住過 中間都要用點 可看 因為這是物件好像的列式語法 這個 如果你仔細去debug 把它弄成可以執行的版本 應該是可以通的 應該可以編譯過 問題是 你這個人看得懂 電腦 它也可以執行 可是它執行出來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對啊 它執行出來什麼都沒有 那 我這樣的程式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加個唱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它寫成唱歌的話 那是可以做的 電腦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你每個物件裡面 先讓它唱出這一個 這傳回歷史 這樣子的話 它就真的會唱這些字出來 但是它只會唱 它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電腦絕對可以唱 但是它絕對沒辦法知道什麼意思 當然唱得好不好聽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樣寫到底算不算作弊 它根本就沒有理解 對 我覺得應該是作弊 那這種寫法 電腦根本就不懂句子的意思 它就是一堆串接語法 那你不如就直接用個字串 把這些通通都放在裡面不就好了 幹嘛那麼累 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理論就走了 我就繼續看我的世界語 看了看了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圍基百科居然有一類叫人工語言 你看人工語言這個我有興趣 拉丹語 結果再去看 人工語言裡面有邏輯語 道本語 拉丹語 異語 還有一個叫約憲語言 有基本英語和全球語 這些東西對我其實是有意思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繼續看下去邏輯語 先把它點進去看 因為我覺得邏輯語應該很有邏輯 這個應該是對電腦處理會比較好 我就看邏輯語進去 邏輯語 是所有字母都可以在鍵盤上打出來 用三個標點符號 撇 逗點 和句點 再加上23個英文字母 有丟掉三個 所以最後還是26個字 對不對 然後就做完了 就設計完邏輯語 然後當然我就覺得這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 而且那時候快吃晚餐了 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就 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一直想一直想著邏輯語 我就覺得 我應該再把邏輯語拿出來看一看 我們想說 這個邏輯語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人用的 但是呢 我又看到好像有人會寫 那一定有人會寫嘛 不然沒有意義啊 有人會講啊 可是反正 你知道我們 我們現在46歲跟你們的想法是不太一樣 等到你46歲的時候你的想法也會不太一樣 我現在的想法 其實我們沒有生存問題嘛 我們在大學教書哪有什麼生存問題 你一輩子可能接下來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到退休 然後就死掉 然後就結束了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還要去奮鬥 你們還有未來需要去闖 之類的 對我們來講 我的未來可能還在這裡 那 我這一輩子做什麼特別的事 除了那10年的 自來語言研究什麼成果也沒有之外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 當你這樣開始質疑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那我應該做點特別的事 那如果我可以學會一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人會的語言 這不是很特別嗎 這不是太特別不過了嗎 再特別不過了啊 所以我就想 對啊 如果有一天我出國的時候 碰到一個會說邏輯語的美女 那我就可以跟她講邏輯語啊 對不對 那如果又是在一個不知名的絕美聖帝 這樣的話不是超浪漫的嗎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跟她講邏輯語 你知道她相遇固執 是一件很令人感動的事情 但是呢 她相遇到會講你母語的人 像我去義大利的時候 我老婆碰到那個會講中文的人都好開心 因為其他人講的他都聽不懂 所以她相碰到這種會你的語言的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人真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當你用邏輯語碰到另外一個會講邏輯語的時候 她一定會對你非常有好感 我們就可以進行神秘的溝通體驗 然後再進行某種神秘的身體溝通體驗 最後呢 再進行某種更深層的體驗 對不對 這不是太棒了嗎 那你不知道一個男生的夢想 不是常常是這個 對不對 那想到這裡我就立下一個志願 我一定要學會這個神秘的語言 這樣子我才可以得到那種神秘的溝通體驗 然後 然後 就不要講 但是要得到神秘的溝通體驗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克服一個難題 到底什麼是邏輯語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先學會邏輯語再說 這時候那個剛剛的激情就不見了 突然之間要去學邏輯語 那還好啦 我已經擺過我們看到邏輯語 先看看 所以 就從剛剛那個網頁裡面 往下卷 看到邏輯語的網站 點進去之後就看到這個 英文 看得懂 OK 不是邏輯語 因為他要推廣它啦 其實他裡面一定也有邏輯語 這個La Logite 版 這個就是邏輯語 所以他也有邏輯語版 OK 那 英文對我來講 雖然門檻有一點 但是 還不是太大問題啦 繼續學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這個 還是找到中文的教材 大陸有一個人把另外一本英文的教材 200多頁給翻譯成中文 200多頁的教材 邏輯語書學者教材 然後我就開始唸了 大概唸了50頁 到目前為止好像還在60幾頁的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話歌啊 真的看不下去 有時候啦 因為雖然他寫的是中文 但是裡面是邏輯語 然後 他用中文解釋邏輯語 有時候你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為什麼會這樣寫 然後 有時候完全看不懂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所以後來我想 那邏輯語到底 聽起來長什麼樣子 邏輯語 有人講嗎 我就上youtuber去找 其實現在很方便 你想學什麼 如果是有動作帶聲音的那種東西 或者要做實驗實體的 你一定是上youtuber 或是上google去找 這樣你找到的東西 譬如說你要學動畫 你一定是上youtuber去找 而不是直接上google去找 會比較找到你要看的那種實體的東西 所以就看到 哇這個高中生真的會講邏輯語 而且他是用英文講解說邏輯語的文法 他講得很好 但是他講得很快 然後我第一次聽我會覺得沒有那麼懂 後來我聽了三次 終於懂他到底在講什麼 而且我看了書一邊聽又一邊看書 終於懂他在講什麼 這時候我就開始有點自信了 我應該可以學會邏輯語 學邏輯語有個好處 因為 你知道嗎 在金門 我有沒有對手 我至少到目前為止不知道 我認為應該沒有對手 金門應該沒有任何人學過邏輯語 我認為 這是猜測 但是我覺得很可能是事實 那 我如果要成為全國最懂邏輯語的人怎麼辦 會很難嗎 台灣有多少人會邏輯語 那 金門澎湖 台澎金馬有多少人會邏輯語 不曉得 我認為可能 就算有 不超過十個人 後來我發現有一個網友他曾經學過邏輯語 但是 因為沒有辦 所以他放棄了 最近我成立社團他又回來家 現在我們的社團 邏輯語社團 學習的那個社團有三百多個人 全世界的英語社團有兩千多個人 我覺得搞不好我們會超越他們 超越兩千多是有可能 所以我再去Youtube想找中文教學 結果呢 沒有 沒有邏輯語的中文教學 沒有 只有英文教學的 而且數量很少 這樣 沒有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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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多人來講 會覺得 那我就不應該學邏輯語 連中文的教學都沒有 代表這個語言一定很爛 沒有人要用 或之類的 或不普及 絕對不普及啦 邏輯語怎麼可能普及了 但是 我們往往看一件事情 年輕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倉促的下定論 但是 你 時間越過去你會發現一件事 每個事情其實都有很多看的 每一種東西都有很多面 每一個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的不同角度去看它 沒有邏輯語的中文教學 從反面看就代表這個語言沒什麼人用 沒什麼人學 所以不應該學它 但是你反過來去看 那如果我現在在網路上教邏輯語 我不就成了全世界第一個用中文教邏輯語的人嗎 這件事情你不覺得很有吸引你很有魅力嗎 我是全世界第一個用中文教邏輯語的人耶 你什麼時候曾經變成世界第一 我們通常一輩子從來沒有當過世界第一 可是現在擺明了就有一個機會讓你世界第一啊 你只要去做了這件事情 錄個影放上網你就是世界第一了 這不是太棒了嗎 所以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超棒的一件事 沒有才是最好 所以我就開始寫 YouTuber居然沒有任何中文邏輯語的教學影片 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會變成全世界第一個用中文教邏輯語的人 然後我寫了語法之後 就發現一件事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我的十年回來 我的那浪費掉的十年回來 所以我就把賈伯斯請出來 他在史丹佛的畢業典禮上演講上面他說 生命就像一場連連看的遊戲 每個事件都是圖形理論上的一個點 這是我的翻譯 事實上他沒有講得這麼細 沒有講得這麼清楚 他講的其實是幾句話 每個點都會連接到一些未來的點 問題是你不能預知未來 所以你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這一點 到未來是怎麼連的 真的啊 我們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買過股票你就知道 如果我到過未來我還需要買股票 我說我需要買 因為我買了一定賺到錢 對不對 因為我只要吃到明天的股票 我今天就知道到底要放空還是要大買 我就融資融到最高點然後去買 或者是把它放空放到最高點去賣 我一定賺錢 因為我知道明天我去過明天了 可是這樣不會有蝴蝶效應 可是可能這樣拿蝴蝶效應 因為你那時候沒有買蝴蝶還漲 但是你買了蝴蝶會導致壓力 不會 蝴蝶效應是微小的震盪會造成很大的改變 可是那個往往是要一段長時間 而且它是對後續的影響 不會對現在立即 或者是對過去不會 對它是對微小的震盪會造成後面的改變 這才叫蝴蝶效應 對 那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 你要造成當天就影響到股市 只有一種人可以做得到 什麼人 當天就要影響到股市 就是 你是超級大戶 像索羅斯那種 也就是說你的錢大到不可思議 不可敵國的時候 那我如果不可敵國了 我還去玩股票幹嘛 對啊 現在就是沒錢我才去玩那個 對不對 有錢的話 我就去遊山玩水 對不對 不需要 所以不會 就是 即使是股票 你知道未來你真的一定可以賺錢 絕對賺 那賈博士又說 如果我當初沒有做學的話 我就不會創辦蘋果 如果我沒有在理德學院學習一刷題 那 麥金塔上就不會有漂亮的字體 但是如果讓微軟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世界上的電腦就只會有醜醜的字體 這就是賈博士他最厲害的地方 他的堅持 假是美學 他的美學 真的是沒有人 沒有人像他那樣堅持這種美學 堅持到這種程度 所以 這些都是當初他 他自體學的時候 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他在理德學院學自體學 他不可能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 這個賈博士的字體跟我沒有關 但是 剛剛那段話跟我有關 對我來講 我 消失的那十年 我曾經投入的那十年 我在那時候雄心壯志 要解決自然語言所有問題的那十年 到最後好像 丟到水裡死成大海 沒了 但是今天看到羅吉宇 我就發現 這十年回來了 他本來是消失的十年 現在他在我的生命裡面 又產生了重要的意義 為什麼我會今天在這邊 教各位計算語言選 也是因為那十年 但是 我本來要放棄他 因為他現在回來了 因為羅吉宇 這個十年 在我發現羅吉宇之前 我都認為是浪費掉 所以 我之前都是在做開發人士碼 判雜誌 沒有再進行自然語言的研究 但是看到羅吉宇之後 那十年回來 我覺得我十年沒有白費 這點對我來講很重要 羅吉怎麼樣子讓我連上那十年 各位知道我的博士論文 聽不懂 博士就練了五年了 所以其實十年 也只不過是唸完博士 還有在中醫院的時候 還有我後來來金大佑再繼續做了一點點 他中間碰了一段松下 就是這樣 松下其實跟這個也偶爾會有點關係 那在念博士之前 我就已經在中醫院做自然語言處理的東西 所以從中醫院到博士就已經七八年了 到中校到這邊來就已經十年了 那我的論文題目是 基於欄位填充機制的SML文件檢索系統 因為那時候Google起來了 大家看到 哇檢索原來這麼重要 大家又去做檢索 但是檢索做爛了 誰能做贏Google 只是做自私檢索的話 Google就已經超強了 但是Google不了解文章的意義 那時候W3C這個組織 他那時候的主導者其實是Web的發明人 Tim Berners-Lee Tim Berners-Lee Tim Berners-Lee 就覺得Web當初他設計的時候 就是沒有考慮到語意這個事情 所以他後來就一直力推SML這個東西 一直力推SML SML出來之後 我就發現說 SML的檢索可以做得比 一般的文字或網頁的檢索更好 那所以我國式論文就做這個東西 對各位來講 它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對我來講 其實我花了多久 我一開始沒有什麼題目 一直到四年級的時候我才確定這個題目 最後用一年的時間把它做出來然後畢業 畢業當然又有一些故事 但是最後就是因為這個題目畢業 那邏輯語的核心正好就是藍味填充機制 這個藍味填充機制在我做的時候其實 它是一個很早期的東西 所以很多做自然語言的老師 那時候已經都不用這種東西了 他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早就做爛了 可是對我一個進去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還是最好用 他們後來提出很多方法 我覺得都是不好用 可是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你一個東西熱潮過了 他就忽略忽略忽略 我覺得他真的是好東西 所以我們就來看邏輯語裡面 Klammer 的定義 Klammer 剛剛同學看不懂的就是這裡 Klammer 其實就是來或去的意思 然後邏輯語裡面Klammer 的定義就是 S1 這邊的S通通都是一個欄位 需要被填充的欄位 比如說它是一個坑或一個格子都可以 S1 comes goes to destination S2 from origin S3 v allowed S4 using means vehicle S5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S1來或去到目標S2 所以目標要在前 我們中文是目標在後的 但是目標在前而已 你在邏輯語的時候就要記得 它到底哪一個是在前 但是它會有一些法則 它可能習慣都是目標在前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目標 它都一定是在前的 你就不用刻意去記這件事情 你只要學會邏輯語 永遠目標都在前就好 OK from origin S3 v allowed S4 using means vehicle S5 從S3這個原點到S2這個目標 經由S4這個路徑 然後使用S5的交通工具或方法 means的方法 OK 這樣子它就定義完去這個世界 來去這個世界 剛剛有同學可能看不懂也在這裡 因為第一個它是邏輯語 第二個它又有英文解釋 我們往往學一個語言都是這樣的 你不是買中文字裡 但上面不是有英文字 後面的是中文解釋 但是一樣你學一個語言就是這樣學的 你學邏輯語也是得這樣學的 OK 那再看一遍 其實這個是從邏輯語官網的字典裡面 我直接把clama打進去 它就會列出這個給我 那剛剛的那段就是這個definition 這一段 它其實還有別的欄位 例如說 它說這個clama這個字是一個gizmo gizmo在邏輯語裡面就是一個動詞 或會詞 動詞的意思 OK 那gross war就是它的 對應到的英文 如果只用一個單字來描述這個東西 它應該用什麼單字 那就是come 來 為什麼用來 為什麼不用去 因為它目標在前 對 所以用來好像比較好一點 ok 然後呢 再來 recipe 這個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字根或是之類的 kla 那下面這些呢 就是說 一些註解 他說 所有的旅行移動 從哪裡 離開到哪裡 然後s1是旅行者 ok 然後s4 as a set include point at least sufficient to certain route relevant 這在解釋s4的性詞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就有一些相關詞 相關詞 像 k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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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k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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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它顯然是有一些連接上面的問題 ok 然後邏輯語的詞彙通常就是這樣定義的 基本上它的動詞全部都是以這種方式定義的 動詞 那名詞是另外一種方式 專有名詞其實 它只要寫出英文字你就知道 或寫出別的原字你就知道 那如果 還有另外一些啦 不只是動詞和名詞 還有另外一些 形容詞之類的 形容詞也是類似這樣定義 但是形容詞的格數通常比較少 動詞的格數通常比較多 對不對 形容詞說 紅的 紅色的 藍色的 那它主角就有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藍色 還有其他格嗎 目前講得出來 那所以剛剛那個S1到S5 通通都是藍位 那些藍位必須要被填充 那邏輯語裡面 到處都充滿了 怎麼樣子來填充這些藍位的指示 這是邏輯語的特色 例如這邊這個 mi klamma la nu mi klamma la new mi klamma la new york New york la台北 它加S其實是外來語的一些習慣 其實台北應該沒有S 但外來語習慣加S 然後Zo he le jettison Zo he le jettison Zo he le jettison 這個有發音 這個念he Zo he le jettison 那就是我搭乘 紐約台北空格飛機 如果我今天講我搭乘 紐約台北空格飛機 你聽不聽得懂 你稍微想一想 你沒有受過訓練你聽不懂 但是如果你受過邏輯語語法的訓練 你就可以聽得懂 因為你知道說第一格是主角 這沒有問題 這個聽起來都沒有問題 我搭乘這個很順 問題是紐約台北飛機 這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受過邏輯語訓練 你就會知道說 紐約是目的地 台北是出發點 然後飛機是交通工具 所以當我講我搭乘 紐約台北Zo he le jettison 如果你受過邏輯語法訓練 即使你不記得那個單字 你還是會聽得懂 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就是我覺得它最棒的地方 為什麼 你想想看我們學一個語言 最困難的是哪裡 對人而言 例子我覺得還好 就是例子語法這些 往往我們的英文語法 我們早就學會 雖然有一些比較奇怪的我們不會 但是通用的很通用的那些 我們大致上都差不多知道 什麼要加ing之類的 要加s 然後主詞動詞受詞 那我們大概都知道 但是我們不會的是什麼 我們不會的是 這個單字我不認識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就是不認識單字 所以你們看不懂他 但是 這是人的問題 人的腦袋記單字很慢 尤其是像我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每天都被打 為什麼 每天單字都沒背起來 每天都被打 那每次上英文课我就背倒 因为我背不起来 可是我很认真背 我甚至国中的时候想要自杀 就因为背不起来 那你又看到说 OK 其实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背担子 但是呢 电脑最大的强项 也正好就是记忆 按计算 这两件事 但是电脑最大的弱项 就是不同的变通 而且他不了解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把人和电脑的能力 拿来搭配 人机合一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系统 你想想 人机合一的时候 我们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系统 这就是逻辑语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不需要去背单字 我就用中文写台北 我就写台北 但是有一些逻辑语的最基本的词 像你我可能会 拉我可能会 因为这些都是虚词啊 拉就像的一样 the New York la Taipei 就是the Taipei 然后 roi 这个很容易记 就是roi 这就是空格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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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也很容易记 了就是 就是 就是 呃 呃的意思 差不多一个 所以 了Jetse 了Jetse 就是 一台Jetse 一台飞机 一台飞机 我从 我 从台北搭飞机 到纽约 就这样 这一句 你会看到 逻辑语 它的特色就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 而且都要照顺序 你不能 你不能说 我 我 我把那个 后面的拿到前面 在没有指示词的情况之下 不可以这样子 没有指示词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照顺序 而且 一旦那一个词真的不出现 你就要用zoi来取代 就要用这个zoi 所以我用底线 代表 他 没有人 ok 所以我如果这样写 其实你会很容易看得懂 对不对 你大概也可以猜到它的意思 一旦你习惯了这种语法之后 你可以阅读得很快 你知道吗 网路上有逻辑语的小说 逻辑语写的小说 就是 就是有好几本 所以如果你要学会这个语言 你可以看那个小说 艾丽丝梦有其境的逻辑语版 有啊 ok 所以这个语言是真的可以用 而且他们真的可以拿来交谈 有人在Facebook上面 就用逻辑语在交谈 像那个女生用逻辑语在唱歌 都行得通的 这已经是一个经过验证 他可以拿来做人类沟通语言的 的人造语言 那这样讲的话就很棒啊 可是每个语言都有它的强项和弱点 一旦逻辑语这个语言 你要去挑剔它的话 一定会有弱点 怎么弱点 如果我今天只想说 搭乘 这件事情 可是他的搭乘 其实 会在什么情况使用 就是说 他说 Klammer Klammer是什么意思 他只讲搭乘的话 他有固定的意义 我忘记他这个意义该怎么解释 他有固定的意义 他可能是一个提醒语 之类的 ok 那如果我只是单纯想搭乘这一个句子 他就是唯一的词了 那我就要这样讲 Kl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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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实他可以 他可以简称就只讲Klammer 可以的 只要没有人 只要你是照顺序来 就可以 你可以说 我讲说 Me Klammer 我搭乘 可以的 我讲说 Me Klammer New York 后面都没有 可以的 我搭乘到纽约 我不讲从哪里 我也不讲经过什么路 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讲说 Me Klammer 台北 但是你的台北是起始点 我从台北搭飞机 那就不行了 你不能直接讲 Me Klammer 台北 为什么 因为你跳过一格 所以这时候 所以这时候你要讲 Me Klammer Zoe 台北 你不能把那一格跳过 Zoe 要填进去 所以当没有人跳坑的时候 你就要把Zoe填进去 这样可以了解他的语法 所以这个句子 像这个 Zoe Klammer Zoe Zoe 你会觉得 好烦啊 但是其实他可以简短的说法 只要 他不是一下子就要讲最后一个 最麻烦的是什么 我现在要讲 Klammer 然后最后 就只讲飞机 搭乘飞机 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对 你看 Zoe 对 我现在要讲 搭乘飞机的时候 就会变成 Zoe Klammer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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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飞机是什么 Jetse 我就要讲 Zoe Klammer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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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se 好烦啊 你会烦死 因为他放在最后一个 又要讲 其他都不讲 很麻烦 所以 逻辑当然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要练那么多Raw 你会觉得很烦 所以他会有一些指示词 让你可以简短的完成这件事情 其中一个很好用的叫做 Fa Fai Phi Po Phu Fa Fai Phi Po Phu OK Fa Fai Phi Po Phu 是什么意思呢 Fa Fai Phi Po Phu 就是指定跳坑的位置 Fa就是坑1 Fai就是坑2 所謂坑1就是s1 坑2就是s2 OK 那這是什麼意思,來發揮POFU 是這樣用的 assuming v f locus OK 就是我搭車 從那裡到這裡 OK,但是從那裡到這裡 有搭車,有車 但是沒有路徑 所以這個路徑呢 這裡我應該寫錯了 應該是坑4不是坑5 所以應該是4 下面寫對 下面也錯 第四坑寫對了 這個4寫錯了 不對不對 這是對的 我講錯了 因為我現在不是指定第四坑 我現在是說後面直接跳第五坑 對它是指這個意思 我剛剛講錯 我們用填充的想法 用肉依的想法在想這件事情 錯了 我們不應該用肉依的想法 我們是在想說 OK 接下來的這一個主角 他是坑5 本來這裡是坑3 坑3但是坑4沒有人 我直接講 接下來是坑5 那可以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唸 mi klamma vivu fu locus OK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一直在loi loi 不過這裡只跳過一個坑而已 好像沒有太多的 太大的用途 但是如果mi klamma 這裡那裡都不講 直接fu locus就可以了 變成我搭車的話怎麼講 mi klamma fu locus 對 那這樣子那個vivu也沒有了 就是mi klamma fu locus 這就有一個捷徑 讓你不會講起來那麼便宜 邏輯裡面很多這種捷徑 好這種方法 你也可以把它講得很怪 對 那這樣講應該很難聽懂 很難聽懂 因為你坑跳來跳去一直在跳坑 對就會很難聽懂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不錯的東西就是 你只要加上su的話 後面加上動詞 就可以把動詞放在最後 這樣你就知道說前面都是一堆坑 這樣吧 就是把動詞放在最後 su是這個用途 把動詞放到最後 前面就是都是坑 如果前面很少坑的話就OK啊 你看如果說fu locus su klamma 那是什麼意思 fu locus su klamma 就只有搭車 就只有搭車這些事情 連我都沒有對不對 但如果說我搭車怎麼叫 fu locus mi fi 不對 fu locus fa ni 因為前面才是指他 fu locus fa mi su klamma 這樣就變我搭車 但是這樣好像不太順啊 你還是講mi klamma fu locus 會比較順 但他就是有這種很多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最短的路去走 你可以把它弄得很長 其實有時候故意弄長的 像日本人 越有禮貌的句子就會變得越長 我們也是啊 其實這是一個習慣啊 就是說啊 我就跟你講說去游泳 或者是 去擦黑板 然後你就覺得這個老師很凶 那請你去擦黑板 這個老師還是有點凶 我在說 麻煩拜託請你去擦一下黑板 就覺得這個老師比較有禮貌 禮貌就是很繁瑣就會有禮貌 你不厭其煩就是有禮貌 怕煩就沒禮貌 請你來教你的老師 所以日本人的日語裡面 你可以把它弄得很長 然後就變得很有禮貌 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日本的女生講話 有時候他講很長 就是他一直在注意他的禮貌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 這四個是用什麼用途呢 這四個是把坑一跟坑二交換 V是把坑一跟坑三交換 那V就是把坑一跟坑四交換 那黑就是把坑一跟坑五交換 不過基於裡面好像最多到坑五而已 沒有更多坑了 因為他動詞最多就只有五個坑了 所以 四個就夠了 因為一已經確定了 他不可能一跟一交換 所以一只能用二三四五交換 四個而已 所以是 他坑二跟坑一換又換一個 沒沒沒 就只能用坑一跟別人換 不能用別的換 他不能二三換 不能三四換 不行 如果你要二三換三四換 你就用剛剛那個法梵符碑就好 但是 他這個就是 只有四種情形 只能這樣換 而且事實上 我發現 我看那個高中生在講解 其實這個 四個裡面 幾乎後面三個 從來不太會用 只有誰會被用 他幾乎只會用到坑一二交換 所以其他的幾乎不太出現 那這很正常啊 為什麼 像這個 達比 達比的例子 他說達比是一個ghism 就是一個動詞 然後呢 他是說 hit就是 打的意思 然後呢 達比 s1 hit or strike s2 with s3 at s4 place 就是 我 s1呢 打s2 用s3這個工具 在s4這個地點 ok 所以這個是 dahi 那dahi 接下來 他有這些坑嘛 那你講話的時候就可以說 doh dahi mi mi dao mi dao 那你也可以說 mi s3 dahi doh 為什麼呢 你看 mi是我嘛 但是呢 他說sai 就一二交換 一二交換 然後dahi doh 就變成 我一二交換打你 意思就是你打我 這我們實覺想會覺得很難用 會覺得好怪好怪好怪 但是我想你如果習慣之後你應該會覺得不錯用 尤其是這個s3 另外那三個就真的不好用了 距離太遠 s3應該反好用 那邏輯與絕對還有更多的規則 其實我現在只會這些 基本上差不多會的就這些 那我揮納出來最重要的大概也就是這些 一定還有更多的文法更多的詞彙 可是詞彙我覺得 我們不要去背 為什麼 因為他與我們要的是說溝通的目的 那人機合一的話呢 詞彙就交給電腦 電腦記憶力絕對比你強得多 所以我只要用中文字去取代就好 中文字詞直接取代掉 電腦可以了解你的那個詞 電腦要了解詞其實不是問題 你打臉書電腦就知道臉書嘛 那知道臉書就是Facebook 他又做這種翻譯 字面翻譯輕而易舉 但是電腦的弱點就是 他不了解整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現在邏輯與給他一個坑一個坑一個坑 每一個坑都已經設計好了 每一個動詞都有那些坑 所以這時候其實電腦就比較能夠抓到他的意思 比較能夠抓到他的意思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後面我們來看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跳坑一定要跳準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跳準就是什麼 講話的人的錯 你講錯了不能叫電腦幫你修正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修正 你講錯了 講話的人只要講對了 那電腦就可以處理 講錯了他就直接把你錯的那句當得對的 還是去處理 所以在邏輯語的語言裡面 第一個他定義這個邏輯語的 第一個特性就是他要沒有歧異性 什麼叫歧異性 你們上系統程式的時候不是有講到BNA 語法之類的這種東西 什麼叫歧異性 不是我們舉個例子就是說 1加2乘3 1加2乘3 如果今天呢 那天我兒子才問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知道要先乘除後加價 所以他就先算1加2然後乘3說是9 但是1加2乘3應該是7 但是他先算1加2 如果我們沒有規定 運算的優先順序的話 那這個1加2乘3這個句子就有歧異性 因為他算出來可能是9可能是7 那這種就是有歧異性的句子 而邏輯語它的設計就是不會有歧異性 你不可能一個算出來7一個算出來9 那這樣就很容易對應到人工智慧裡面一種叫做 位詞邏輯的東西 人工智慧在位詞邏輯花了很多時間但是一直找不到用途 邏輯語出現之後我覺得這個東西用途就真的出來 當初他們要一個一個去寫那個位詞的公式 寫得累死了但是沒有效用 你現在邏輯語隨便講一句話 就會產生 很多的位詞 他就會講述很多事實 這些事實會產生一個一個的乘數 這些乘數每個都是一個位詞 而且他的格子已經填好 這樣的話自然語言處理裡面的剖析問題就解決了 為什麼其實不是自然語言的問題解決 而是因為邏輯語根本就不是自然語言 他是人造語言 所以邏輯語在這部分沒有問題 並不是自然語言處理問題被解決 而是邏輯語沒有這個問題 那邏輯語就像C跟JavaScript一樣 他有明確的BNF 真的在網站上面 他有一本官方的書 官方的書總共有800多頁 他裡面就有他的BNF語法 在附入 而且他們還根據這個BNF語法已經寫出了層次 有 大概五六個層次 其中官方認可的有兩版程式 一版比較早的 好像是用Java還是寫的 一版比較晚的 是用JavaScript的寫的 我就很喜歡這個 比較晚的這一版 因為他現在推薦的也是比較晚的這一版 用JavaScript的寫的 所以 你就可以拿那個程式來 PASS這個句子 只要PASS不過 就代表這個句子是錯的 因為他是一個人造語言 只要你不符合那個語法 你就是錯的 你重寫 一直寫到變成對的 你才可以把他送出去 這樣就好啦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學習你的語法 然後訓練 然後最後你寫出來的 就會是對的語法 就像寫程式一樣 那這如果用在臉書會是怎麼樣 就是當你打錯 邏輯語的時候 語法寫錯的時候 臉書就不讓你送出啊 就說請更正 然後你就更正 一直更正到你的語法是對的 來送出 這樣不是很棒啊 當然 對某種目的很棒 對另外一種目的他覺得 好討厭 對不對 所以 如果這樣 對像是邏輯語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全正確的 將整個句子建構成一棵樹 更厲害的是 自然源裡面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出那個作業 S等於NP VP 然後 VP等於VNP 那個東西 如果你真正處理完之後啊 你接下來還要在面對的是 那我要怎麼填坑 因為 你最後還是要把它轉成語意啊 那 剛剛的那個 邏輯語的那個動詞的那個位置 定義那個 其實就是後面 一層的語意處理 要做的事 但是因為邏輯語的設計本身就是在填坑 而且他有那麼多指示詞就是叫你 告訴你 坑咬填在哪裡 所以他早就填好 所以語意也解決掉 語法和語意 語法和語意一次解決掉 這對我來講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們做自然語言 我們做自然語言處理的人就知道 只要做到這一段 你就有很多應用可以做 什麼應用可以做 邏輯語裡面 語法本身就是在填充藍位 所以最後那些位置和藍位 通通都填出來 然後 剖析完成之後 所有藍位都填好 所有坑都有人跳 沒有人跳的坑呢 就把它填上肉也就好 OK 那整個語言世界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語言世界一個蘿蔔一個坑有什麼好處 語言在做什麼事情 稍微想一下語言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這種自然語言就是給人講的語言不叫自然語言 人講的語言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人講的語言通常在描述 或 質疑 之類的 我們單純看描述好了 描述比較單純 單純描述 描述是在做什麼 什麼事 誰 做了什麼事 對誰 產生什麼影響 用什麼樣的方式 不都是在描述這種東西嗎 他在講述的是一個 人和人 或人和物 之間的關係 在什麼時間點 跟人和物理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人是實地物 通通都確定了 你講出來的東西大概就差不多就是那樣 這為什麼 英語裡面有 有負壞的 人講的語言 是因為人講的語言就是在描述這些事情 那羅基語已經幫你很好的一個蘿蔔一個坑 做完這件事情 那這可以幹嘛 很多事情可以玩 什麼事情可以玩 像我就設計了一個羅漢 專門為羅漢喀 羅漢喀 設計的語言 你知道羅漢喀是什麼嗎 可以這樣講啦 其實羅漢喀就是 homeless 就是沒有家的人 睡在外面的人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 早期的 沒有泯南社會 不是泯南社會 台灣社會 早期的台灣社會都是很多泯南人 因為那時候清朝不是海淨嗎 所以來台灣的都是男人沒有女人 那 這時候 那時候泄鬥很嚴重 因為 大家都血氣剛剛 然後 沒有女人 然後 他們 那些 沒有老婆的人 沒有家的人 他們在 像台北 這些地方 睡哪裡 還好 華人世界就有很多廟 所以他們睡在廟裡面 睡在廟的哪裡 神像的 腳下 神像很多羅漢 羅漢 所以他們就睡在羅漢的 卡底 所以叫羅漢卡 就是這樣來的 對 那 為什麼叫羅漢語 因為 羅基語的語法 加上漢語的詞惠 我叫羅漢語 羅漢語的語法 加上漢語的詞惠 就是羅漢語 所以 法國人說法語 英國人說英語 羅漢卡當然就要說羅漢語 對不對 你們各位現在其實 還沒結婚都可以視為羅漢卡 那 所以 之前我們寫的這個 我搭乘紐約台北 鳳隔飛機 這個就是 羅漢語 羅漢語 所以羅漢語是不是很簡單 你要學會這個需要多久 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 只要不記單字 其實其他的對人來講都不太難 所以我可以寫 我搭乘紐約台北 控格飛機 把他轉成羅漢語 這對電腦來講是親而易舉的事情 我們上次不是寫了一個字面翻譯層次 對啊 就用那個就可以了 超輕鬆的 只要你有一本 夠大的字典 像我們那個只有狗和貓幾個字而已 當然是不夠 但是 你只有一本夠大的字典 就夠了 幾個字啊 羅漢語其實 常用字 只有1300多個字 你只要把這1300多個字背完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你需要背嗎 不用啊 那些1300多個字 就都寫中文 除了那些 非常 常用的以外 你其他 不知道就寫中文 OK 那 只要你語法正確 我們甚至還可以做邏輯萬國語 為什麼 我不只可以填中文 我填英文啊 我說這個 就說這個 米克拉馬 紐約 台北 我直接寫成 寫成 愛 然後呢 Tech 紐約 台北 Joy Joy Jet OK啊 你這樣寫 只要一本字典一樣 把它翻成邏輯 那 我就可以跟 會 邏輯英語的人 很順利的交談 雖然我寫的是漢語 他寫的是英語 但是中間交給電腦就好了 你就可以一個邏輯萬國語 只要你語法正確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 輕易的寫一個程式 把它翻過去 羅漢語翻成羅英語 這樣子的話 那個人只要看得懂羅英語 你就可以跟他對談 完全沒有出來 但是 這裡 就是 他其實繞過了一個 很奇特的方式 繞過了一個東西 在從前自然語言處理的翻譯 為什麼做不好 為什麼剛剛那個周杰倫那個 《慘白的月彎彎勾出過往》 這件事情 對電腦來講很難 因為我們一直想了解他的語意 但是對這種翻譯而言 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慘白的月彎彎勾出過往 OK勾 這個羅漢語會對應到一個動詞 對吧 那 月彎彎 這個可以描述 羅漢語應該會描述月亮 然後有一個彎彎的形容詞 然後 勾出過往 勾出過往 過往的一個時間 那就會有一個時間詞 形容詞 當你把這三個連起來的時候 一樣一個蘿蔔一個坑 是可以做的 至於這個句子 到底 意義在哪裡 不重要 因為我們坑已經填好 對電腦來講 它可以處理的就是把這些字 直接翻過去 那 舉個例子好了 我現在 那些羅漢語我還 不記得字 月彎彎勾注過往 把它用 羅英語寫出來 應該怎麼辦 不要用羅英語 我就直接 把它字面翻譯成英語 會怎麼辦 一個彎彎的月亮 然後 hook hook the past 好啊 a curved moon hook the past 外國人看了 看不看得懂 就我去義大利的經驗 看得懂 英國人反而看不懂 但是義大利人看得懂 為什麼 英國人會一直說你語法有錯 義大利人不管你語法 所以他都聽得懂你的意思 只要那個義大利人知道你的單字 他就懂你的意思 怕的是義大利人連單字都不知道意思的話 那就沒辦法 所以在義大利 只要你碰到會講英文的人 就他 知道一些英文單字的人 你跟他聊 就很順 因為他們不會在意你的語法 他們要的就是那個意思 所以我去車站 跟他說我要退票 很順利 但是我到了佩斯卡拉 我要 跟人家說我要上廁所的時候 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們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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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不知道 有些很多店員 我們跟他講 我們跟他講 TOILET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TOILET是什麼 搞不好 搞不然今天才知道是廁所 有啊 有這樣 在佩斯卡拉就會 但是在羅馬不會 所以 當你這樣子做的時候 其實是 可以很容易的就構造 雖然 他是不同語言 但是這種的意義可以傳達 所以我可以把周杰倫的 的 剛剛那個叫什麼 菊花檯 翻成英文版本 外國人看得懂意思 但是電腦不懂就算了 好嗎 電腦為什麼要懂 越安構築過往 那個都是人的心理所產生的一些意念 所以呢 我們如果在臉書加上這些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輕易的跟世界各國的人交談 FINET的動作就交給臉書就好 這樣的話 如果人人都用 邏輯萬國語的話 這個世界就沒有語言障礙了 臉書就可以經營一些副業 因為 邏輯本身 所有的欄位都已經填好 都已經明確的知道填在哪裡 這時候 所謂的自然語言理解 基本上就已經 幾乎達到電腦可以達成的那些事情 電腦可以達成什麼事情 舉個例子 他可以提供一些特別的查詢服務 有些人 他就很在意這件事情 他會問臉書 我老公有沒有小三 然後呢 臉書就可以透過大數據邏輯與萬國語分析 大數據邏輯與萬國語分析 他就可以很輕易的告訴你 回答你 說你老公跟那些女人之間 那些壞壞的語句 包含私訊裡面的 他都可以抓出來給你 有很多人會這樣做 他私訊不要讓老婆看到就好 但是常常 還是有很多老婆去動那個老公的手機的時候 就看到資訊的話就不要扛了 所以 以剛剛的那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 臉書就不會搞錯 他不會把你跟老婆親密的話 當成小三獎 對啊 所以他就不會搞錯 然後 只要壞壞的對象不是老婆的話 那這就是 小三 對啊 好 那臉書就可以跟你收額外的費用 因為這個相當於 抓猴的費用 對不對 真信社就倒閉了 OK 這樣臉書就大賺錢了 那 所以 一定還有很多其他用途 我目前想到的像這樣子 可以用 翻譯也是一個很好的用途 那一定還有很多其他用途 你可以去 想想看 所以 我現在非常專注在學邏輯語 我甚至很多時間 本來我在寫教材的 教材都沒在寫 都在學邏輯語 因為 這樣子的話 我學會邏輯語的時候 其實我 我真的目的不是神秘體驗 我真正的目的是 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我們使用這個 邏輯萬國也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我覺得它是一個超棒的東西 你可以用羅漢語 然後跟世界各國的人交談 不一定要是美麗 有一天 我們的神秘體驗就是 這些軟體我寫完 你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用我的軟體 講邏輯萬國也 然後 世界大同 世界和平 通通都出現了 不一定是世界和平 搞不好世界更亂 但是呢 它是在 互相了解的情況之下 互相談話的情況之下 但是有可能更亂 為什麼 本來你跟對方是不會吵架 你跟外國人怎麼吵架 但是呢 兩個都用邏輯萬國也寫了之後就可以吵架啦 對不對 你可能就可以打得更兇 會打得更兇也不一定 但是 至少它是一個 溝通的橋樑已經建立 OK 所以 你們可以加入這個色彈 Logibang.tw 我創的 後面還有一個 Logibang.code 我們打算 揪一堆人 來寫這個邏輯語的程式 邏輯萬國語的程式 包含 翻譯這個其實我這可以自己做 邏輯萬國語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我其實處理 大概都可以處理掉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些東西我做 不太會做 像譬如說 語音辨識 真的 不太不太熟這種東西 語音合成 不太熟 還有 輸入法 你可以把它內建在輸入法裡面 你一打 輸入法就 就會提示你說你哪裡打錯了 那你少了一個什麼 你要加一個什麼提示字 之類的 把它內建在輸入法裡面會很好用 所以 所以 就 結束了 不太熟 然後 Koho Rodo 什麼意思 就是再見 邏輯語的再見 Koho Rodo 這個Dodo不就是你嗎 Rodo是什麼 Koho是什麼 不知道 我是從那個 邏輯語的那個 網站上面發現 再見是這樣 把它寫下 OK 所以 你現在應該已經具備基本的邏輯語能力 語法上面其實就是那個 Favifu Feifo 一個蘿蔔一個科 還有 那個交換的那個叫什麼 Say 後面那個是什麼 Say Say 後面我真的忘了 後面的三個幾乎不會用到 所以其實不用記 只要記誰就好 一又交換 Say OK 這樣就夠了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邏輯語對我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已經 用這份頭文片交代完了 這也是各位計算語言學 裡面我覺得 或許 你今年記憶會最深刻的 就是邏輯語 講完了